咱们接下来讲这个 也是关于表达式这一块的 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整体的话咱们先分析一下 一个一个看 先看上面这一块 OK吗 先看上面这一块 所有的 我往这个来 所有的是不是都是有缩放的一个效果 对吧 从小缩到大对吧 那么它们的中心点 是不是都以这个中心点去进行缩放呢 对吧 那么从这个中心点去进行缩放 然后缩放完了之后 它会有这种不灵不灵的感觉对吧 那这种感觉的话 它就是根据一个一套代码 也就是弹性表达式 弹性的一个表达式 也就是弹性的一块代码 OK吗 当我们把这个缩放给它设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弹性的这个代码 然后呢 按住out键给它放上去 它就能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能理解吗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则 OK吗 然后下面的话也是 下面是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移动啊 是吧 位置的一个移动啊 对吧 那么位置的移动这个过程中 它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弹跳的这种感觉 对吧 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给它设置好玩 设置完那个它的位置之后 移动之后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上这么一串代码 然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OK吗 能理解吗 先把原理理解好了 然后咱们再往下做啊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先把它给导出来 那么导出来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一下哪一些东西是 这里我都已经整理好了啊 但是你们 你们在做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 需要去进行整理的啊 看一下啊 这整个过程中 这整个过程中是不是它们是一个整体 对吧 所以说那你在PS里 这片是PS对吧 那PS是不是这 这一块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啊 点不上呢 怎么办 嗯 是不是它们是一起的 对吧 所以你要把它们选中 然后呢 嗯 要不是智能对象 然后呢 要不然 嗯 就还是删个话吧 还是 删个话 稳了一下啊 删个话啊 然后呢 嗯 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一块 你可以建组啊 建个组 那么建个组的话 你不要把它们怎么样啊 不要把它们给合到一个图层 对吧 因为它们是分开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是不是分开的 你看它们都是 对 四是一起的 但其他的都是分开的 对吧 嗯 那么把字 字是一起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字也不是一起的 然后呢 再往下 这是有一个图层 盖到这了 是不是啊 啊 这也别动它 因为它一直盖在这 然后呢 往下 红的是红的 对吧 绿的是绿的 蓝的是蓝的 黄的是黄的 是这样吧 OK吗 这是分开的啊 这都是分开的 那么紧接着这一个背景 是不是它是一整张啊 对吧 一整张 然后呢 把它们合并了 合并成一个图层 对吧 啊 是这样的效果 再调整一下位置啊 好了啊 然后把它砍出 Shift加S 现在就要做什么样 然后掉进来 保持图层大小 确定 你看啊 嗯 目前的话 现在是不是啊 我这个 一个组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下面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背景图层 是不是这样 对吧啊 那么这个组的话 你是不是双击进去 是不是就进到 它这个里面来了 对吧啊 进到它这个里面来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就去调整啊 首先 它们都是有缩放的 对不对啊 从这个点开始缩放 那是不是它们的锚点 也就是它们的这个中心点 是不是都在这个位置啊 那你首先第一步 是不是要先调 它们的锚点啊 把这几个 呃 红 红绿黄蓝 它们的这个中心点 都调到这个位置 那么挨个调一下 选中它 Y 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啊 你一定要放大调啊 要容易不调 没调中 4和8中间 这个位置啊 你看每一个画的 可能还不太一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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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 我们把这个 数字啊 把这个改一下名字 这个它不会缩小吧 我们看一下 这也会缩小是吧 都会缩小 只要会缩小的 我们进来都要把它的这个 重新点移动一下啊 这个啊 挖一下 大概这个位置 这红绿 红 这个咱就不改了啊 好了啊 然后呢咱们一个一个弄啊 咱们先弄这个 嗯 红 红 红蓝黄绿吧啊 这几个 后面能听见我说话吗 嗯 然后呢 弄的是缩放 你看它们的重新点 现在都在这个位置是吧 我们把缩放掉出来 然后呢先一起打一点OK吧 嗯 嗯 然后呢再往后 嗯 大概量 三秒 三秒 三秒吧 它们一开始啊 打一针 这一针要让它变小嘛 它是从小变大的嘛 对不对 先变小 嗯 也要变小是吧 嗯 那咱们一起 嗯 再把这中心圆 做放 打一针 然后呢 还是加选上啊 然后呢 一起变小 都会变小 但是我想 我怕 行 一起变吧 哈哈哈 我想一个一个弄 嗯 这样会清楚一点啊 一个一个弄 试一下啊 然后呢再 咱们再一起往下 往下弄啊 先一个一个弄 但这个中心圆 确实是得给它们一起变小 要不然咱看不见它小多少了 知道了 嗯 嗯 好了 然后呢咱们缩小 啊 缩小到这个位置 OK吧 啊 缩小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嗯 在三秒钟的时候 然后呢 一起放大 OK 放到百分之百 啊 就是跟之前的一样的大小 OK吧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去调节一下 因为它们不是一起变大的 对吧 它们不是一起变大的 我们现在只看只看这个图形 OK吗 文字咱先不看啊 要不然的话一起的话会容易稍微有点乱啊 我们就只看这个图形 放大 那个 这个圆的话它是正常放大的 但是后面的这个红蓝绿黄它们是逐渐变大的 一个一个变大的对不对 啊 啊 有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改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吧啊 一个稍微快点 然后呢 嗯 参差不齐一点 嗯 这样 试试 太慢了是不是 太慢了是不是 整体往前移 顺义 一顺 一顺 以一顺 放大一点 一顺 稍微往前移一顺 撑着脖子就出来了 感觉 再调一下它们的时间 是这样的效果 很生硬是吧 没关系 生硬就先让它生硬着 一会我们加东西它就好了 把它这个再稍微往前移 OK吗 它的这个顺序改变了 好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把这个简单的 这个文字再去调整一下 OK了吗 数字 S 然后呢 做一下 做到这个位置好吧 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看啊 等它们都出来了之后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个时间段 看到没有 到这个时间段 其实就已经应该出来了 OK吗 看一下效果 OK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先把下面这个确定好了 然后呢 再确定那个上面这个文字 因为下面这个时间我是不确定的 知道吧 下面这每个时间 我要确定最长的这个时间 跟我的 就是最后 最后搞定的这个时间 跟我的 这是吻合的 嗯 嗯 嗯 再往后一秒 嗯 嗯 嗯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还是光光的声音啊 嗯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 四秒的时候 嗯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给它加一些那个弹性的那个表达式啊 然后我们把那个表达式的那个 在哪呢 这呢 就有两个文本啊 下面这一大堆你不用管 OK吗 啊 这就是一大堆自己写的代码 然后呢 上面这些看见没有 啊 第一个代表着它的振幅 第二个代表着它的频率 第三个代表着它的这个值 值越大停止的速度就越快 就是我们可以改这点一看见了吗 还有二点零 还有下面这个二点零 OK吗 啊 但是后面这个中文你都不能用 知道吧 你放点上中文它就不显示了 啊 乱码了 所以说这个 我有一个这个 不是那个不带中文的 那个是解释对吧 我把它复制上 然后呢 我先选一个啊 选择这个红色的 按住out键 然后呢 点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给它打针的这个 小闹表 OK吗 然后呢 ctrl加v 我先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你看一下啊 看上来 在这呢 能看见吗 再点一下 这不一吗 看见没有 一是什么了呢 日 正伏 二是频率 三是值 一是正伏 二是频率 三是值 什么是正伏 什么是频率 什么是值 我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对吧 正伏就是浮动的大小 嗯 八 浮动的大小 你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啊 看见了吗 嗯 浮动的大小 嗯 然后呢 我给它改成一啊 二是频率 频率就是次数的多少 对吧 嗯 嗯 改成八 对 嗯 就是次数打扫 然后呢 第三个 嗯 是它的 嗯 那个 值 停止的速度快 快还慢啊 嗯 值越大 速度越快 一下就停了 有没有 嗯 一下就停了 嗯 一下就停了 对吧 咱们还就文章了 就二就行了啊 就就是 然后下面这一大堆 你不用管它了啊 就就是实现这个代码的一个 就是敲的一个代码 也不用管了啊 咱们主要就改上面这一块 就能改 改到这个东西啊 然后所以现在它的效果是这样 看见了吗 啊 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 同样 嗯 嗯 按住这个out键 其他的也改了 嗯 你看现在啊 现在我点完了之后 我改不了对吧 然后呢 我再点一下 就又能改了 OK吗 嗯 然后呢 我们现在都改了 然后再一起调它们的正幅什么的 对吧 嗯 嗯 优出来 嗯 然后是这个 等一下空白处就点了就回来了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们的效果 有点慢的感觉 嗯 太慢了是吧 我把那个 慢的话 我们改正幅是不行 我们要把那个啥改了 把它的那个时间改一下 时间让它稍微再 近一点 嗯 要改这个的话文字也得改啊 嗯 这也差不多了 感觉那个红的好像伸进去的 好像 咋那么老长呢 嗯 让我看看啊 嗯 嗯 不是浮动 我觉得 它伸进去太早了 嗯 稍微近一点 好了 这回好了吧 没下课呢 OK吗 嗯 好了 然后呢 咱们再把那个 这没有问题了吧 嗯 其实就是调节 把它们的时间 时间调节长一点 然后呢就OK了 这怎么 这没改吗 嗯 这没加上 这没加上好像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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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个时间调一调 让他们稍微离得近一点 嗯 嗯 让他们稍微近一点 要不然要不然撑的太远了 他们间距太大了 知道吧 嗯 嗯 就不好看了 那时间稍微就是不要让他们相差太多 嗯 OK 政府感觉还行吗 同等的政府 是吧还可以啊 对吧 如果你觉得想让你想让他们的频率都一起再快点 你就再加再改那个前三项就可以了 是吧 嗯 好了 完事 这个完事了 嗯 回到这个我们这个里面来 看一下效果 嗯 这个没有问题了 对吧 然后 是不是这个SARS SARS 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它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改下面这个了 嗯 改这个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这块啊 没忘吧 嗯 下面还有一块上来的呢 对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是上面这个出来完了之后 然后这个才出来的 嗯 下面这个才出来的对吧 对 对 它慢对吧 它慢的话你就要看一下 嗯 等这个出来完 我们确定一下 我们悠一下 看一下 所有的都完事了 是在多久 我们把这个缩小一点 是在 呃大概1.8秒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所有的才 它它才实现完 对不对 是不是里面这个才实现完 1.8秒的时候它才实现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回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打好针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它开始之后才实现这个底下的这个位置的移动啊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嗯 我们把什么移出来 P对吧 是不是P啊 P一开始它是看不见的 那么从下面 看不见对吧 打上一针 然后呢 大概2秒钟 然后呢 向上移动 移动到这个位置 移动到这个位置 不要给它移太高 因为一会儿它会 它还会弹跳 知道吧 不要给它移太高 也移太高 就移到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嗯 好了 然后同样的方法 我们按住奥特键 点一下这个 然后呢 Ctrl加V 嗯 然后呢看一下效果 嗯 弹上了 OK吗 嗯 这个弹跳的这个 这个速率是 调的刚刚好的啊 嗯 4一下 N一下 在4秒的时候 N一下 嗯 这样的效果 OK吗 你要觉得它弹的有点高 弹的高 你觉得它是频率的问题 还是振幅的问题 还是停水的问题 振幅 振幅是不是第一个呀 这应该挑不了0.5 最小就是1了 0 嗯 嗯 它就没有这幅了啊 最小是1 嗯 最小是1 每次我都忘了这个最小是1的问题 嗯 稍微往下移一点吧 嗯 嗯 基本上就这样了 嗯 我看这个这幅这个啊 改一下它的频率试试 嗯 我频率大一点 它能不能走的少一点 啊 不行 嗯 什么 没有点啊 没有 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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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最小就是1了啊 嗯 老师你再 一千没加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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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都没试过呢 嗯 它这个点 一本来就是0.1 嗯 现在是0.1 对 0.01 嗯 这样呢 0.05 嗯 这个还真没 嗯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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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可以可以 05 这样可以啊 嗯 聪明 哈哈 就这样啊 可以吧 嗯 然后把这个做一下吧 好吧 哎我先给你们记笔记吧 嗯 先给你们记笔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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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